李宇軒第三天作弓 空方先追問全球登報電資還款一事 李宇軒指2019年7月中 曾經透過Telegram和陳子華私下聯絡 問他應該怎樣還款 陳子華說 上面的人對比拖數感到不舒服 李宇軒指 當時並沒有談及上面的人是誰 相信是一位電資公司 Lice Hotel和力高顧問 都不是社運組織 未必合適參與全球登報 所以想盡快解決還款事宜 不希望涉及非公司業務的事宜再拖延 他於是簽這句作權宜之計 最後到8月初 將黎智英和Mark Simon兩間公司電子的156萬港元 傳入一個由Mark Simon任董事的公司戶口 而眾籌余額大約15萬元 就捐給612基金 因為基金是支援反修例人士法律費用等 相信公眾不會反對 亦可以避免有落自己代之嫌 空方再問到 有關2019年7月 李宇軒參與另一次在英國的眾籌 李宇軒指 當時經人介紹認識攬炒巴 忌口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是劉祖迪 當時正計劃在英國舉辦眾籌 用作針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登報事宜 李宇軒益述 當時有人認為 G20全球登報眾籌算是多成功 所以介紹他們認識 由於李宇軒曾經在GoGet Funding平台辦過眾籌活動 劉祖迪希望李宇軒在眾籌運作上提供相關協助 但由於今次的活動以籌集英鎊為目標 加上GoGet Funding的手續費高 於是改在另一個平台GoFundMe作眾籌 李宇軒本來打算與上次一樣以他的香港銀行戶口收款 但平台表明如果以英鎊結算 便必須傳入英國當地的銀行戶口 他於是透過Telegram輾轉認識了英國人Jack Heiserwood 願意借出英國銀行戶口作中籌結算之用 李宇軒其後才了解到Jack Heiserwood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 後來劉祖迪的活動想用一張英國大卓爾夫人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照片 但版權屬蘋果所有 陳子華表示他可以去問蘋果 並指等他去跟肥佬尼吃飯緊時就問他 最終相片獲准使用 李宇軒也因此知道陳子華認識黎智英和助手Mark Simon 李宇軒指英國眾籌活動最終籌得大概30萬英鎊 款項最終於2019年8月 由Jack Heiserwood的眾籌收款戶口 傳入到他個人戶口作管理 用了登報等開支 並由他先行電子登報費用 恐慌根據帳目記錄 確認英國登報活動大約用了10萬英鎊 問餘下的20萬鎊如何處理 李宇軒說 預約用於支持劉祖迪在英國舉行各項聲援香港示威等的抗爭活動 李宇軒同意自己好像師傅一樣 他又指劉祖迪在英國找了兩間政治顧問公司 協助組織聲援香港的抗爭活動 李宇軒在多次活動後 也向兩間公司發放顧問費 包括安排劉祖迪等人 在英國與國會議員見面 又在2019年11月 組織區議會監選團到香港 以及在2020年5月 與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 以及前港督彭定康 組織反對香港國安法的聯署行動 從九日開始 混合用於會員在乎兩刀 旁邊歡迎 獲得 製造 你們 你看